在現時,銀行下預收者,很多准買家因為按揭的關係而沒有一個信心 他們通常會找一些銀行做預批 坊間的銀行會有這個收費服務 假定一個樓價,然後你提供一個入息證明給他試批 很多准買家會得到銀行的預批開綠燈後才考慮簽約買樓 這是一個比較明智的做法 但很多時候,買家忽略了一件事 因為銀行審預批,最主要是看買家的實力而沒有看樓盤的基本面 去到真實按揭的申請,兩者是並價齊區,都是這麼重要 例如近期很多新樓因人股價不足 就算買家很有能力,他都未必做到一些高成作按揭借到九成 即是貨員先買樓花時,市價值1000萬 去到他收樓時,市價跌到900萬 買家的實力,就算做到1000萬的按揭銀行也不會借給他 銀行會看回現時這層樓值多少 例如是值900萬,他用900萬為上限 去批九成按揭,即是他最終是借到810萬 中間是有90萬,是准買家需要抬錢上匯的 就算銀行按揭的預批成功了 有時准買家買到物業,潛在某些問題 例如股價不足,物業有些潛建或業權的問題 被釘契,銀行也有機會拒絕按揭 事實上,銀行批預批時,只不過假定一個樓價 或者假定一個物業,他沒有真實審批物業的細節 所以很多人以為真的拿了一個物業地址 去批是一帆風訊事實上 到真正下手去看那支銀行 除了看買家的實力,還要看業權的狀態 很多銀行都收緊了按揭批黑的服務 尤其是針對非香港人 坊間有些銀行甚至是減了預批這個服務 如果真的要做審批,要找一些業內人 透過內部途徑去申請 有些人覺得我預批都批了,到時我都不需要補文件 其實不是的 尤其是牽涉高成在按揭 他有機會到你真正買樓時 銀行或者按揭保險公司 都要求你提供新的入息證明 看看你現時是不是從事這個行業 或者受估於這間公司有這個人工 所以預批不是百分百 只不過令你買樓之前有個安心 今日分享到這裡,我是路易斯坊 好,我們下期再見,拜拜